可是我觉得好像那个传统的价值观 它的惯性还是很大 有时候 比如说你说 那个女的的收入比较高的那种家庭 反而我觉得至少我看到的例子里面 大部分到最后出轨的不是那个女的 不是女的赚钱 是那个男的 就是心理不平衡 就会找小三 这个话可能说的 这很有理由了 这个话说的太绝对 但我自己看到过真的是这样的例子 就是很奇怪的 我觉得以前我们说 比如说你婚姻 或者你找一个人谈恋爱 或者是结婚 我们都说一定要最重要是看人好不好 就很纯洁的那种关系觉得 你如果看一个女的 你只说她漂亮不漂亮 那你就是这个就不对 你要看人好不好 看男的也只能说人好不好 你不能看她那个有没有钱 后来我这天发现 好像不是这样 她这个东西才不能叫钱贵 她就是个真相 你才发现什么 对呀 我也觉悟得太晚了 后来我发现 真的就是你一个家庭里面男的 你不要说收入有多高 你至少有一定的体面的工作 有一定的收入什么 这个对稳定家庭非常重要 因为这还牵涉到这个男的 本身的性格的健全 对 尊严 包括他的信心 可是另一方面再回头讲 我想讲回家庭功能 其实你看人类历史 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来 我觉得这完完全全 就是个家庭功能 不断被剥夺 或者家庭角色 不断地被削除的一个历史 被剥离 对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60年前的中国 其实绝大部分的人 出生是出生在家的 在家里生的 以前小孩 死也是死在家里的 然后小时候不用上幼儿园的 是家里上学的 那么请问 今天有多少人是生在家里 死在家里 就你生死的地方都在医院 然后你小幼儿阶段 你在托儿所 在幼儿园 所以整个家庭的角色 不断在剥离 到最后我们通常会说 家庭是什么 它剩下一个情感功能 可是这个情感功能 今天我们用手机 微信朋友圈 也用 这个鲁迅先生早就说了 爱情是要有所复利的 对吧 如果最后抽抽抽 抽的就剩下一个 空空的感情的时候 觉不觉得虚啊 但是有一个方面的 这个现代社会的变化 会使得婚姻呢 还是会持续很长时间 原因是什么呢 比如说在九几年的时候 那个纽约州 对于那个婚姻权利啊 婚姻带来的权利 做了一个统计 他们算了一下 大概在纽约州 两个人结婚 就是这个婚约这一张纸啊 就可以给双方带来 一千多种不同的right 不同的权利 原因的话是什么呢 比如说移民权 是吧 或者说一个家和一个美国公民 那你可以到美国移民 这个养老保障呢 这个医疗保障呢 甚至于到那个旁边 那个健身房 我去登记了 那么我妻子就可以 自然的也可以去 或者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 在耶鲁大学里面的 使用图书馆的权利 那很多了 一千多种 所以这些利益的面前 会使得 婚姻这一张纸啊 还是会有差别 但是你看 所以说制度是人设计的 你现在香港交税啊 结婚的人交的税 就比单身的人少 有孩子的更少 对啊 他就是这么给你设计的 所以这个制度到目前为止 还是在住着 不是说住长了 还是要让你结婚 维持这个婚姻 传统家庭的 有些地方的人不结婚 是为了省税 好像有些地方 也有这样的鬼 有中国嘛 比如说结了婚的离婚 是因为房子的问题 对不对 买多套房子 而现在还出现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你负债 是不是一个共同负债 就因为现在有可能 比如说有的会认为 离了婚之后 你已经离婚了 你丈夫的债 你也还在共同承担 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要考虑该不该结婚了 我刚听你们这样说的时候 我突然就感到 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 跟大家聊天 是因为我作为妈妈的功能 被学校保姆 还有什么做饭 都代替了 最极端 你可以叫外卖这些东西所代替 但是回过头去想 就像你说的 这就让我感觉很虚了 就原来我和我孩子之间 我已经不能用金钱 或者用任何的其他办法去约束他 我一定要对他好点 更多的你反而要想 我们要多有点 好像要虚的东西 情感要反而多一些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以前写的文章 讲的那些东西 总要强调一点 就是一旦父子 或者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 不是这种生老病死的这种经济 或者保险的关系以后 家庭里边的文化和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因为你喜不喜欢谁 爱不爱谁 这个不是说 就因为我们两个有血缘关系 我必然的就 哇 就给你个感情很接近 不一定的 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获得双方的这个了解 认同和这个喜欢信任 这就为什么 像我们80年代的时候 刚刚看美国的那些电视剧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我当时就学说 美国这些儿子女儿 可以叫父亲 叫母亲 可以叫名字 对对对 这个对我们中国人 说这个不难过理解 他觉得很震惊 但是呢 你仔细地想一想的话 他就是通过这种 不要称这个 因为我是父亲 所以你喜欢我也行 不喜欢我也行 你必须得听从我的方方面面的 因为我们只把那个看成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美国社会的话 更多的人会觉得 父母跟子女之间 本来就没有这个经济上的那个指望 那么以后的话 要把这个家庭的感情给他建立 给他巩固住的话 必须得靠真正的平等的交流交往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体验 实际上对了 和社对小孩好一点 美国社会经历了一两百年 真的感情得以纯粹了 可是这也要小心 这个是要学习的 人的家庭关系能够好 或者夫妻关系能够好 感情的发展能健全 不是天然的 需要学习的 因为也有很多情况 比如说最近不是有个心理学的说法 很流行吗 特别在美国 叫情感勒索 恰恰就是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了 剩下情感关系 那你怎么来约束你的伴侣 或者你的子女 或者你的父母呢 那就用情感来勒索 情感勒索表达出来 比如说举个例子 因为很想孩子对自己好 但是我 讲刚讲这么多关系 我都管不住他了 怎么办 那我就要需要 比如说是 我要常常把自己 变成一个受害者角色 永远让自己的丈夫 太太 有 子女或者父母 觉得亏欠自己 有的 对吧 永远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 可怜虫 可怜虫 然后使得他在道义上 情感上 觉得他是对你的受害情况 有责任 那么然后也演变出很多悲剧 就纯粹的情感关系 不容易 这是真的是要学的 这个还真的是 就是说当 所以为什么我说爱情 要有所复利的 有时候呢 咱们现在还觉得 就是说 是一种 比如说经济上的 这种供养关系 但是呢 笼罩了一层感情的面纱 仿佛这样呢 还牢靠些 对吧 有礼有面 有礼有面 但是呢 当抽去了这个礼子 或者仅剩下面的时候啊 反而这个事情变得很高难 反而变得 需要 真的是需要两个 就有人讲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啊 就是汪曾祺讲的话嘛 我有一个朋友在移民加拿大 他就跟我讲 他就说加拿大这个医疗制度挺好的 他说为什么 他说你看 跟这个 我看这个外国人呢 跟这个父亲呢 就是他父亲这种中风啊 什么什么的 他说在医院里啊 有专门的这个护工 人家的护工啊 据说服务水平也相当高 哪给你收拾的干干净净的整天 然后呢 他说这个儿子呢 每个星期天 开着车 到那个医院 跟父亲聊天 聊一下午 两个人真的像是兄弟一样 这样聊天 看球赛什么的 一起看球赛 听起来反倒是挺好的一种感觉 对 当然在美国也有另外一个体系 就跟刚才文涛讲的有关系 就是那个遗产这个制度啊 跟中国不一样的 中国我们历来就是 诸子均分啊 就不管这个儿子好不好 但反正只要是他儿子 就占几分之一 这个是肯定要保证的 但在美国的话 完全靠那个遗嘱啊 你怎么写 怎么写 所以这个的话 多多少少呢 就是有一点激励 对 只要我还有一点 我还没有 我这个 还真是 我的那个 那个遗嘱上面写的财产 是怎么分的 子女不一定知道 所以让他们有一点 最后一架 拿住你 你得跟老爷子好嘛 相互邀功 对 竞争 所以我现在明白了 这个陈教授给女儿 写的那封信呢 也是一种情感 其实也没有 我觉得可能是在家里面 很多社会 他表面上看上去男权 非常非常占主导的 这种社会 女人在家里 其实都还算有地位的 比如说您刚才说到 后来变成那个 一夫多妻嘛 比如在中东那些 那个勇牧民族 他们很多时候 他为什么男的 可以娶多妻 是因为战争 有很多的寡妇 最开始是因为要接纳 去安排那些寡妇 所以婚姻制度 是什么样子 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安排 就是这个你社会 你怎么去安排这些人 那其实即便是那样子 就是在多妻的 那种家庭里面 那女的还是挺有地位的 她整边风那些 吹吹还是可以 就家里事情 还是给她管 那相反就在一些 看上去好像男女 挺平等的社会 但是女性 在家庭之外的地方 在职场 那玻璃电话板 还是很严重的 没错 对我听到有一些 中国的就是经商的人 他们就说嘛 他们就是出去 就谈判啊什么 就发现对方的公司 常常是这样子 一个男的老板 然后呢 那个男老板 未必是最聪明的 而且往往是不是最聪明的 但是旁边的一个女副手 那个人一定是最聪明的 就通常他就说 我要跟他谈一件事情 要跟那个女副手先说 他一定记住 所有的事情 非常有安排 会有这样一种格局 没错 对我很有这个经验 咱们去一下广告 长安福特瑞界圆州派广告回来 接着聊 我们呈现的高品质舒适座椅 来自背后的无数次科学模拟测试 2018新锐界新成就 福特尽无止境 如果说回来 其实社会的需要跟环境 当然会造成很多制度的变化 我们怎么样 比如说处理两代关系 或者是两性关系都一样 可是问题是 当整个社会在变的时候 就我们能够做的 个人能够做的 恐怕通常都只是 我个人心里怎么去适应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 在这么一个变动秩序下 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 还没做好一些的心理调整 刚才讲到养老这个问题的话 因为将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机会 就是你们要去住老人院 但住老人院的人 是要有住老人院的心理建设的 那这个心理建设包括什么呢 就像比如说陈老师 你可能是您夫妇俩 都有足够的心理强度 就你有自己的生活 就像你刚才讲 他生活不建立在谈论子女身上 那除此还有一个什么事呢 我们不要忘记 去养老院跟在家访老 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到在家访老 你是越来越抽离社会 我们看到很多老人 他其实很 我觉得最凄惨的是孤独 那个孤独是什么 他越活到后来 他的活动范围越小 到最后甚至是不出家门 他就只在自己的小小的卧室 或者家的范围 但是老人院却相反 老人院是一个社交环境 就你具不具备那样的一种能力 性格 社交的那种技巧 在你年纪那么大的时候 你还要去适应那些 原来你并不认识的人 天天跟你打交道 我爸就完全不可能 因为他是个非常自闭的人 平常从来不下楼 那对于他来说 要到一个陌生人的环境 需要跟人相处 这玩意那就跟下了地狱一样 对 所以就变成出现别的情况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见过有这么一些的 也不完全说是老人院 有这么一些老人的宿舍 或者老人公寓 欧美都很流行 他是怎么样呢 他不是百分百的养老院 他更像是 比如说假设我们几个月好 我们说我们老了 一起去那买个房 买几套房子 连在一起住 其实是跟一群朋友共同老 然后呢 我们也见过嘛 我们在瑞士很多人 我常见到 其实里面也蛮凄惨的 对 当然 但我见过那些很搞笑的 我真的见过七老八十的 十来个老人 然后坐着车 开着车去旅行 这就是我一问 原来都是一起住那种地方的 或者住一个养老院的 可以的 其实可以的 几个老哥们坐了堂椅上 对 刚才尿了几滴啊 今天尿裤子换了三回 比如这让我想起来 我们其实中国自古以来 也有这种安排 比如说就举个例子 像我自己的主机 我的老家是广东顺德 我们顺德有一些风俗 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首先我们有一种人物叫马姐 就是这个叶德贤演玄华 那个电影陶姐 里面那个陶姐这种人就叫马姐 马姐是什么呢 她就是像现在很多人请家里面的阿姨一样 或者香港的飞庸保姆一样 她是职业的 而这种职业呢 在我们老家呢 出来这种职业 它有个特点 他们一般都是一辈子不婚嫁 终身不嫁 终身不嫁 所以他们有个名叫自书女 自己书头发 自己书起来 然后他们叫书起不嫁了 就我这辈子不嫁了 然后呢 他们呢 不嫁人 那么一直跟着这个打工的这个主人家 但是他们彼此这个群体之间关系很密切 然后他们又有个习惯 就是他们一路帮着主人家打工 然后但是主人家也有义务 要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存着 这个钱存着干嘛 等到他年纪真大了 干不动了 那有个主人家就万一说 像刘德华这样的少爷 他想养 那当然很好 但要不然的话呢 他们就退休 退休还怎么办 他拿他身一直攒着那笔钱 买一个小房子 然后呢 一般都是马姐是一群的买 然后这种房子的 我们叫做姑婆屋 就一整排 整条村就是干这个的 整条村的人都是一些退休的老太太 然后彼此照应 也算社群呢 是个社群 其实陈老师 我特别想听 我们在香港现在也有 对 你刚刚说到就是互联网转型这个服务业嘛 我在想 忽然会不会让老年人的这个功能重新发挥 比如说好多年前 我就听说在韩国 他们叫老年人干嘛呢 送就送快递 因为老年人坐公车是半价嘛 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 然后现在在中国也有啊 有一些那个apps 就是你是专门可以找人帮你去排队 反正就是帮你反正去做一些花时间的事 因为年轻人没时间嘛 老年人会有时间 就会不会带动一种他们新的角色 我相信坐快递肯定不是一个最好 肯定不是骑那个单车 走路都走不稳 不要说好那么多的东西 这个 不过你说的对 最好还是有别的办法吧 比如像我 我原来不太习惯的 就是但是在香港看到 那么多的这个男的女的七十几八十几 开出租车啊 或者是到餐馆里面去打工啊 在美国这种情况很少 当然我原来不了解 现在更多的了解到 香港的这个退休 这个养老的这方面的保障 非常早 太少 非常早 所以这就逼得 就生过精嘛 那么多的人就被逼得这个 不说这个话题了 对 但是您说像这个啊 这个是不是经济关系的这个改变 会导致传统家庭关系的很多改变 你比如说你像你刚才讲 自书女 这就是一种 他也特殊经济结构下形成的一种 自书女 是的 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这样想 就是说人类啊 所谓的这种家族啊 婚姻啊 亲戚啊 所有这些制度 都不是什么天经地义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不断变了 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 所以又可以预期将来 陈教授您有预言吗 他会变成什么 你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 哎 我我说句这个这个比较低低俗的 就是说我老发现呢 谁养谁 这事很重要 就比如说或者说夫妻两个 你说白了 就是谁挣钱多 谁挣钱少 这个事情啊 潜移默化的 就有影响 那您比如说 那您比如说现在基本上倾向于像您说的女性地位高涨了 那么这个婚姻呢 我们同时也看到不稳定的因素越来越多 那您觉得将来 哎 那天我有个同事还给我讲 就是现在为什么不稳定了 叫今天的社会啊 男的不缺性 女的不缺钱 这个那那您觉得这种传统的这种这种婚姻关系将来会会变成什么样呢 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实际上已经变化很大了 本来我们说的啊 就像那个黄梅系夫妻双双 把家华里面说的啊 你跟田来我支部啊 我挑水来你交员 实际上那个意思很明确 通过两个人结婚成立一个公司一样的 你发挥你的优势 我发挥我的优势 这样一来的话 通过这个组合啊 把那个产出可以最大化 比单个去做要高多了 但是这方面的那个经济功能呢 也是有这些公司啊 这个公司那个公司都取代了 所以这个也没必要通过婚姻来完成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养子房老 那些风险保障功能 生老病死的风险保障功能 这些也都是越来越有金融市场 和这个养老院等等那些行业 取而代之了 那到最后的话 可能有的人说 那结婚不结婚 这个性关系是不是可以稳定啊 现在的话好像有些问中国男人或者中国女人 可能会说啊 这个用得着通过婚姻来解决这个问题嘛 所以到最后想一想 对 婚姻的功能还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会发现了最后还是自己是最靠得住的 所以这个就回到这个原子 这个个人这个原子 最终咱们都是孤独的星辰嘛 不过我觉得这个 这也都在离上